警方的人马一改往日的作风 为了铲除黑帮势力 他们不惜钓鱼之法 都要给这些帮派分子一点颜色看看 在日本90年代 黑帮力量十分强大 他们甚至成为了社会秩序中的一部分 男主杰克是日本民调新闻的一位外籍记者 他因种种原因 走上了和帮派对抗的道路 在之前的一次调查中 他查到了帮派护泽祖名下的一艘游艇 他们胁迫一些女孩去服务登船的客人 杰克想继续调查下去 但被帮派分子给修理了一顿 可就在第二天 杰克却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件 信件里记录了 陪酒女小文在游艇受辱 除此之外 还有日本现任外交次长 收受贿赂的画面 杰克对外交次长的现身感到疑惑 毕竟外交部对于帮派分子来说 没有什么相关联的地方 另一边 珊珊来找帮派签员会会长石田先生 珊珊是一个美国朝女 但她却选择来日本打拼 除此之外 珊珊还有一个梦想 就是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陪酒俱乐部 因此她省吃俭用 攒了很多钱 但为了救失踪的好友小文 珊珊拿出了自己的所有积蓄 没想到对方是个骗子 她不仅没有救出朋友 还被抢走了钱 为了自己的梦想 珊珊选择向千元会贷款了高利贷 可凡是皆有代价 何况这钱还涉及到了帮派 千元会会长石田先生 却很看好珊珊 她还让手下佐藤去帮忙 建设和打理俱乐部 佐藤是十天的得力干将 在之前也和珊珊合作过 还帮过对方的忙 此次二人合作更是株连闭合 但不幸的事还是发生了 一天夜里 佐藤在和珊珊分别之后 她被自家帮派的人偷袭刺伤 此事之后 珊珊好几天没有见到佐藤 佐藤的弟弟也在几天后 接到了医院打来的电话 对面告诉弟弟 佐藤的情况不容乐观 虽说上员在第一时间就被送来了医院 但伤势还是太重 能不能活下来全看天意了 没过多久 佐藤的事情就让千元会知道了 他们气势汹汹地来到医院 声称要将佐藤带走 态度十分强硬 杰克这里 他拿着证据来到了编辑部 但众人却认为 啤酒女的生死无关紧要 即便人不在了 警方最多认定 次长一个过失杀人 而且仅凭这些 对于次长而言 顶多就是一次政治丑闻 最终 主编让杰克和副主编完善一起 负责这篇报道 第二天 两人前来拜访这位外交次长 完善将照片递给了对方 可对方的说辞 却令两人大跌眼镜 次长告诉他们 照片上的人并不是自己 而打陪酒女的事情 跟他没有关系 杰克便顺着对方的话 便给他挖坑 他问次长 货责组帮派是否有用录像带 对他进行勒索 这让次长脸色为之一变 对方的神情让杰克明白 政府力量跟帮派分子 势必存在着关联 另一边 片通刑警收到了一封匿名信 而里面放了一个火柴盒 上面写着某个酒店以及房间号 片通以最快的速度到达了那里 但他看到的 却是已经死亡的双面间谍工本 而对方手中 被放置了一张自己和片通相见的照片 片通知道 敢这么做的 必然是日本帮派护则组 片通将事情告诉局长后 就直接遭到了对方的训斥 在局长看来 工本之所以丧命 完全是因为片通 为了获取护则组的情报 搞得太激进 方才导致了这样的局面 为了善后处理 局长告诉片通 他们此刻不能告诉外界 工本是被帮派分子干掉的 警局因此是丢了脸面 尚且问题不大 可一旦让民众认为 警方和帮派分子之间 有着相关程度的合作 那就危险了 于是他们对外宣称 此人是自杀 与此同时 珊珊得知的好友小文已经去世 这让他十分难过 杰克也过来安慰对方 在忙完这些后 他去找了护则组头目 护则的情人小美 据他调查 出事的游艇被划归小美名下 杰克拿此事 想从对方口中得到一些线索 令他没想到的是 小美却表示 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原因也很简单 小美不想让自己的未来 受这件事影响 他告诉杰克 护则前段时间 就已经离开日本 其余的事他都不知道 在两人将要结束会谈后 小美恳求杰克 不要把自己的名字写入报道之中 另一边 刺杀佐藤的那位千元会帮派的小弟 找到了护则组的二当家寻求庇护 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护则组的人将他报答一顿后 前返回千元会 此刻的小弟已经坦诚交代 都是他自己一个人干的 二当家则顺势打上补丁 他告诉千元会 这个人在得知 刺杀对象没有死后 便来要求护则组予以庇护 他们也不会保护这种人 之后 二当家则和石田会长进行了会谈 他的意思是 护则生病去国外看病 最终能不能活着回来都不好说 于是二当家 想修复两家之间的关系 到了晚上 完善给杰克打来了电话 他们民调编辑部遭遇了火灾 地点正是储藏室 非常巧合的是 有关刺掌事件的物品都在里面 并且全部被烧毁 当然这个报道还可以接着写 只是在证据被毁的情况下 很难有说服力了 杰克非常气愤 他不相信这是一件很巧合的事 无非是护则组出手了 难以眼下这口气的杰克 将今天的事情告诉了骗通刑警 杰克也从对方那里 知晓了公本的事 骗通自己也受这件事影响 不被上面允许 继续接手涉及护则组的案子 大家对公本的趋势心知肚明 这件事大概率就是忽则组做的 目的是警告他们 不要再追查下去了 倘若他们再一意孤行 那么杰克自己和骗通的家人 就是公本的下场 好的消息是 佐藤终于醒了过来 按石田的意思 佐藤应亲手干掉这位 伤害过自己的小弟 为自己出口恶气 但他并没有选择这样做 而在当天凌晨时分 受了太多气的骗通 偷偷潜入到次长家中 在制服对方后 骗通将刀放到了次长的指头上 他告诉男人 倘若不听话配合 就砍掉他的一根指头 被吓傻了的次长 如到豆子般 说出了他所知道的一切 护则想要前往美国 但他早已被对方禁止入境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于是护则让次长 将他剔除出禁非名单 可这却超出了次长的能力范围 虽然得到了一些消息 但骗通并不知道 护则究竟是为了什么 非得大费周章去美国 杰克这边 编辑完文章的他 由于要不要把小美的情况写进去 在纠结一阵后 他决定将自己所调查到的内容 如实报道出去 恢复状态后的佐藤 用30万日元 从黑石那买了一把枪 但他却破坏了日本帮派之间的规矩 他们的规矩是 帮派之间的斗殴 不能使用手枪 违反这个规则的人 将会被整个行业的人唾弃 就连史田会长也告诉过他 手枪不是证人君子所为 只有近身作战 才是这些人应该做的 但他却选择忽视了老大的话 就在这时 天元会的二当家夜山 结束了自己的坐牢生涯 他为帮派坐了七年牢 如今终于龙王归来 他必要有所作为 可夜山的为人处事 却只有两个字 粗暴 出狱后的他第一天上班 便直接去了护子组管辖的地盘 并开始收受保护费 对不配合的人 直接赏对方一个大耳光 店家当然不肯善罢甘休 但此刻对方人多是重 他们也只能先行忍让 给了夜山十万日元 并表示 货泽组是不会放过他们的 可夜山却满不在乎 之后珊珊的陪酒俱乐部正式开业 俱乐部的生意出奇的好 但珊珊却对店里 一位名叫克里斯的陪酒女 十分不满 此人仗着自己是偷牌 私自拿走了店里的一百万日元 珊珊来找他对质 可对方却说 很多客人都是看在他的面子上 才来的 那这笔钱就应当是自己的 这让珊珊十分无语 他决定直接将此人开除 但佐藤却过来告诉他 克里斯一定要在珊珊这里工作 这是石田会长的意思 但珊珊并不接受 因为他和签缘会的合约 只涉及道歉的事 至于他如何经营 不需要对方来指手画脚 但佐藤态度强硬 珊珊瞬间明白 克里斯这个人 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 毕竟就连石田会长 都为此人求情了 即便如此 珊珊还是没有按佐藤说的来 他另找了一位和自己关系不错的人 来店里工作 并计划将对方塑造成店里的偷拍 骗童这边 他迎来了自己的新上司 张田警士 而他却有着自己的主张 在骗童看来 帮派在日本是必然存在的 那么应当引导他们 进行良性的和平竞争 这位女警士却比他激进的多 在对方看来 这些帮派分子 不存在良性竞争的可能 警方应当促使他们 为了那点利益打得头破血流 自相残杀 如此人民的生活 才能得到保障 作为骗童的上级 他需要对方 来同自己一起完成这个目标 杰克这里 他竟然对小美产生了好感 小美告诉杰克 护则在最近三个月内 没有联系过他 就连护则组的人 也不怎么干涉他的生活 那么 此刻将是二人的单独时光 于是 小美就这样 背叛了自己的亲人 而此时的护则组 则因为老大不在东京 而人心不稳 就连他们帮派的地盘 也被千元会抢走了 这让护则组的威名 遗落千丈 而在护则组内部 三当家丘也 默默帮助 召看老大护则的正妻和孩子 这让大嫂十分敬佩 而护则组的二当家 则引起了众人的不满 他似乎处处不敢招惹千元会 在得知下属去收保护费一事后 二当家居然警告手下 那里已经是千元会的地盘 以后不要过去给他招惹是非 有人对二当家的话十分不满 还说如果护则老大在 就不会有这种事 然后他就被揍了一顿 可不满二当家的 岂止是这一个人 大家都对二当家的做法 保留个人意见 但他却表示 自己不需要众人的理解 在珊珊这边 那位新出现的千元会二把手夜山 成了他这里的常客 但此人举止粗鲁 多次打扰到别人 甚至影响到了珊珊的生意 他想让索藤出面管一管 可对方却说自己管不了 但索藤给珊珊值了一招 最近 珊珊的店里来了一个新人物 千元会非常看重对方 此人是一位建筑师 倘若能得到他 所负责新建购物中心的相关消息 定能打动石田会长 如此一来 就可以让会长命名夜山 不再出现在珊珊的店里 另一边 片铜和长田也没有闲着 他们在谋划干件大事 在两人的计划中 警方要一改过去的风范 在行动开始前 不会再对帮派进行例行通知 而是直接闯入帮派总部 对这帮人进行示威 然后找机会以妨碍公务为名 起诉整个帮派 但完成起诉的核心 就是需要有帮派分子对警方动手 这套操作或许可行 但为了以防慢衣 他们决定先找个软狮子捏一捏 灵则会这个小帮派 就成了两人的目标 片通先是以灵则会小弟犯法为由 大张旗鼓地来到灵则会帮派中心 并将小弟的锅 扣到整个帮派的头上 在场有人忍受不了长田的威胁 便准备对他动手 长田在制服对方后 则以灵则会妨碍公务为由 将他们全部拿下 此次警方大获全胜 在长田警示看来 全东京不过25个帮派 如今解决掉一个 肃清全部更是指日可待 但片通心里明白 小帮派好处 那些大家伙处理起来绝非一事 另一边 杰克和小美关系进展飞速 他甚至都想去对方围棋 可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几天之后 他便联系不上小美 而小美之所以不敢再接杰克的电话 是因为护则回到了东京 当然 其他帮派暂时还不知道此事 眼下他们都在千元会的邀请下 共同商议如何对付警方的围剿 很快 护则就出现在了会场 所有人都对他的出现 感到十分震惊 护则露面 第一件事就是指责千元会 趁自己不在东京的时候 抢夺护则组的地盘 此举无疑是趁人之危 石田顿时明白 护则组二当家的退让 是受了老大的指示 为的旧事 让千元会觉得他们软弱可欺 如此护则便能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 对千元会支持点点 使之受到其他帮派的孤立 而这也是护则组出手的最好时机 感到不妙的石田会长 回到了千元会 并将护则出现的消息 告诉了佐藤和叶山 石田认为 护则一定会选择在这个时候 对他们发起攻击 所以他命令佐藤和叶山 去长野找泰田 弄一些武器过来 在石田看来 护则组可不是只会耍弄刀枪 与对方作战不可马虎大意 第二天 佐藤和叶山就出发了 到了之后佐藤才知道 叶山和对方认识 泰田胡子拉叉 满口不着调 佐藤想直接拿东西走人 泰田却说 东西在他山里的住处呢 让二人捅他走 佐藤信不过此人 叶山也明白 但他却表示不用担心 到达目的地后 叶山问泰田东西在哪 可对方却说 那批货明天才能到 让两人再次等一天 这更加深了佐藤的疑虑 但叶山却表示没问题 他们可以在这里歇一晚 很快两人就喝起酒来 到了晚上 喝上头的泰田提议 两人用刀碗躲避游戏 叶山早就看出 此人并没有能力搞来枪 离开千元会的泰田 越混越不成样 现在搞这些把戏 无非是盯上了他们带来的钱 佐藤进屋后 却听不到二人的声音 很快他就被叶山扑倒 安在地上 叶山让佐藤也一起玩躲避游戏 泰田更是拿刀 在佐藤手边跳了起来 他假装没有看清 一刀插在了叶山的腿上 而叶山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他也假借酒劲 和对方打了起来 很快 叶山这位昔日好友 便失去反抗能力 被他结束了生命 随后 叶山拿起又倒满了房屋 一把火结束了两人过去的友情 杰克这里 他已经有一段时间 联系不上小美了 这让他以为自己是不是什么地方做错了 惹到了对方 没想到 他却突然接到小美的电话 并约自己到老地方见面 很快 两人就在这里相见了 小美时间很急 他甚至打断了杰克的说话 小美告诉杰克 护则已经回到了东京 并且身体健康 一来往日病痒痒的状态 他请杰克 千万不要再靠近护则 如今的护则 可不打算放过任何人 说完小美便离开了 如临大敌的杰克 赶紧将这件事告诉了骗童 在得知此事后 他也紧张了起来 第二天 准备上班的骗童 看到有人在他的车上 放了一个信封 打开一看 里面是他两个孩子的照片 不用多说 骗童知道 这是护则的手笔 充满了对他的警告 杰克这边 他要采访林泽慧的代理律师 对方认为 警方的做法十分过分 居然不接受任何保释 还不给拘捕理由 真是不人道的做法 请杰克一定要详细报道 在采访之后 准备离开的杰克 正好看到了护则夫妻 虽然他昨晚答应小美 不再靠近此人 但新闻人的操守 却驱使他要搞点大的 随后他就跟踪对方 拍下了护则前往帝国大厦的照片 杰克还想跟进去 却被安保给拦住了 没有办法 杰克也只得离开 但很快 他就看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 一位男子 被人从高楼上扔了下来 当场去世 而这正是护则所为 在半个小时前 他来找关系的帮派老大 兼自己的会长 护则表示 对方理念老旧 已经跟不上时代 不如退休了事 而帮派的事情就更不要管了 可会长哪里是 护则一句话就能搞定的 他指挥手下送客 却没想到 自己的这些小弟 不知道在什么时候 就悄悄投靠了护则 很快 这位会长便坠楼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这之后 护则告诫手下们 他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 靠手保护费牟利 护则准备带着手下 KP一条新道路 护则决定 将帮派转为一个现代企业 自己也将从老大过渡到社长 从而让帮派 深度参与到社会经济的 各行各业中去 如此他们 就可以掌控更多的企业 完成身份上的洗白 将会伸向更多的企业 直到他们最终 掌握社会的经济命脉 但日本帮派众多 护则得处理了他们 石田会长的千元会 长期同他们作对 护则也是对方 为眼中叮入中刺 石田这边 为了促进发展 千元会在不动产 和商业中心这方面 动起了心思 石田的目标是 在商业中心正式规划前 就掌握他周边的地皮 随着商业开发 千元会必然能获得更多的利润 珊珊的酒店 有一个建筑设计师 会时常来光顾 在石田所掌握的信息中 这位设计师 正准备开发一个商业购物中心 如果他能告诉石田 购物中心的位置 再由石田来提前买下 那获利自然非常可观 石田故意让叶山去 珊珊的酒店搞事 就是为了要挟对方 把这个设计师跃到店里 否则他就不要想好好做生意 珊珊没有办法 因为他在建立酒店时 向石田借了不少钱 眼下也只能按对方说的做 几天后 那位建筑设计师 被珊珊邀请了过来 设计师眼看对方是帮派势力 既然他们对这个商业 购物中心的情报感兴趣 他便选择如实相告 可就在这时 两位带着面着的陌生人 进入了酒店 石田一眼便察觉出 对方是冲自己来的 便赶忙躲避起来 并呼叫自己帮派的手下 佐藤迎敌 没见过这阵仗的设计师 缺乏经验 当场便被子弹穿过 头颅见了上帝 姗姗见状 赶紧躲到了一旁 不被注意的角落 千元会这边人手不足 渐渐落入下风 佐藤子弹用光 只能和石田躲在沙发后面 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石田会长在喝了口酒后 就冲出去和敌人搏斗 他将酒瓶砸中一个蒙面人的头部 却被另一个蒙面人开枪结束了性命 兼任务完成 蒙面人便选择离开 而在刚刚的战斗中 珊珊看到了蒙面人的手臂上 有一个达摩纹身 但事后 他并没有将纹身的事告诉警方 随着石田会长的下线而宣告结束 在前五集中 作为最强帮派的领袖护责 哪怕他一度不出场 都能给其他势力极大的威压 可当领导者一时间不在 群龙无首的大帮派 也会出现问题 变压住的各方势力 也会蠢蠢欲动 这是护责何诗田 都会面临的问题 而这就是他们的宿命 只有到了死亡的那一刻 他们才能停歇 直至真正的死亡 为了破局 从旧时代过来的所有人 都在想新的办法 因为不做改变的势力 永远是率先被淘汰的那个 除此之外 任何旧时代的繁荣和玩法 都将会逝去 新时代则会在旧时代的世海上 天转天网 建立起一个新的社会 这也在要求每一个人 不能顾不自封 要变革自己的思维 去适应时代的发展